就是刚讲了中国武汉他们的记者在前线所获得的信息 特别是武汉的周围的一些城市的 政府的内部的通报文件当中和市长和县长的讲话当中 听出来了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当政府公布的数据来比较的话 那么各个地方实际的病例以及确诊的病例和疑似病例的人数 都大幅度的超越了这样的一个公布 这就造成了很多人的一个疑惑 那么到底该姓谁 谁是真正的传谣者 那么到目前为止 武汉或者是叫中国的卫健委召开的记者会的次数是有限的 记者们和新闻媒体们是没有获得去信息的一个渠道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谣言呢 就成为了今天的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话题 那么内部的这些通报和内部的文件当中的 数字是可以信任的吗 如果这些数字是可以信任的 那么为什么他们到今天为止还在瞒报这个信息 我们首先有请纪述明先生 其实呢我是觉得分两个阶段 这个如果在这个疫情还没有完全爆发 这个没有大规模的这个蔓延的情况下 他们那个在前段时间 那个官方是满报了 因为他应该是有统计数据的 对吧 那个这个我们都应该知道 那个刚才小平也把它分成了几个阶段 这个黄金时期一而再 再而三的这个错过 对吧 那个如果说去年12月8号 有这个那个案例出来以后 那个时候就采取措施 那可能就不会有1月份以后的 这个一种这个爆发 那个更大规模的这个传染 如果说那个 甚至于这个 14个医务人员也不可能交叉感染 因为这个医务人员 他其实没有在这个内科的或者急诊室 他们是在神经科为一个病人做手术 以后这个病人发病了 传染给这个医务人员 那如果说第一波能够不满报 这个数据能够统计好 那个让大家做防范准备 医护人员充分的这个警惕性 所以医护人员的交叉感染就不会出现 那么医护人员的交叉感染出现以后 能够及时的通报 有人传人的这样的一种迹象 可能后面大规模也不会出现 就那个时候 他还有能力统计数据 来公开的这个呈现给社会 呈现给这个民众 让媒体来做广泛的这个警惕性的这个宣传 但是事到如今 我是觉得他要满报 也没有可能满报 他要整确的报 也没有这个整确的数据让他报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视频 在武汉的各大医院 真的是人山人海 那个在等他的测试报告 在等这个医务人员 这个为他进行测试 在等测试完以后 医务人员给他进一步的急救 有家属 我看到视频有家属陪着老人来看病 然后他哭着跟医务人员说 我也发烧 快救救我们 那个这个人数 我看到那个整个医院的走廊里面 全是人 那全是等着治疗的这个人 你说他还 他怎么还有数据可以统计 基本上已经处于无法统计的这个状态 那所以到现在这个为止 他只能顾忌 而不能统计 所以这个数据他根本没办法 准确的报给大家 那个其实刚才我们也讲到 现在讲在武汉死亡人人口 因为这个肺炎是17个 那么也有可能 有些根本就没等到测试出 他是不是这个病毒的带军者 他可能就死亡了 所以没有把它归类到属于这个病毒的受害者和死亡者当中 所以这个数据的统计就变成混乱了 这也是武汉要封城的一个原因 他就不管了 所有的人都关在这里 如果说他有足够的人员和足够的设施的话 他一个街道一个街道 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 这个排查 那个尽快的就是把人割离开来 那就不需要再封城了 所以各地 今天我看上海去了七十几个 那远远不够 你按照这个刚才小平讲是萨斯的十倍 那我觉得这个医务人员 这个七十五个多去十倍 可能还不够 不应该是七十五个的十倍 应该是武汉原有医务人员的五倍十倍 那可能才会稳定和有一个比较对症下药的 那个治疗方式出来 谢谢谢谢 那么陈小平博士您如何看 这样的一个内部的通报的信息机制 和我们现在所掌握的 特别是BBC昨天晚上的那篇报道 也是详细地介绍了 那么内在的这个通报的数额 和外在的发布会的数额 数字呢是非常之差距很大的 而且这两天呢 我们并没有看到他们在抓捕 所谓的谣言上有所去放松 有人传说呢 在武汉有两位呢已经被释放 但是呢我看到在网上依旧有很多人讲呢 那么警察呢对于所有的网络上的 关于武汉的过多的讨论 甚至是政府没有公布的数据 如果有人敢以公布的话 是进行严厉的打压和删帖 甚至有打电话警告的这种现象 您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信息通报机制 这个信息通报机制呢 我可以这么说吧 它是一个系统化的撒谎机制 而且呢这个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合谋一起在撒谎 这是这个事情的最早的一个镜像 那么这个早期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活谋撒谎以满事实真相这个说法呢 最后还被这个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给肯定了 以及被世界卫生组织所肯定了 就是他们做得不错 这个从现在来看 丝毫看不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 想对前期的这种撒谎进行更正 甚至赔礼道歉的任何可能性 就这一点来比 那跟当年SARS的政府那种认错态度 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习近平1月20号的那个批示 明确的说要把人民的生命健康 把人民的安全放在守卫 那么再得以告诉他 你不要再抓人了 维稳呢 现在先休息一下 先把人民的安全和人民的健康放守卫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 就是说要及时的发布信息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我想呢 这个制度性系统的这个撒谎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合谋 这种行为呢 应该有所收敛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国家卫生 卫健委 武汉卫健委的记者发布会回来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警方式的数字的增长 那么呢 这些警方数字的增长呢 仍然跟这个国际社会 对中国的评估的数字 相差十万八千里 那么我们最早的知道是 当他的数字还局限在 41例的时候 英国的专家根据模型推测 他已经达到了1700个 而从最新的数据来看呢 这个1700个得到了 中共铁的内部专家的认可 事实上就是那么多 好 我从那个 内部陆陆续泄露起来来 第一个阶段 到1月12号的时候 英国的那个专家 他们的模型 推上是1700个 那么等于是 国家疾病中心 昨天那个信息 那些人 内部人也说 他们是参与这个最初的 1月7号病毒的 这个发现的那批人 他说 我们都知道 那个数字大概是正确 那么现在呢 我们知道 他们披露了 有将近多少 500个不到 可是呢 英国的医务人员的 报告2.0百也出来了 保守数字是4000 不保守数字 接近1万 那我们只有500个 仍然这个数字 还相差10万8000 那么这个时候的 这个数字的真实性 我们就要分开来看 第一 因为前一段 系统性的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的 活谋 明满这个数字 导致了一个数字差 这一个 你不能从500个 一下子变成了5000个 那可不行 那么那不就 结束自己撒谎了吗 对不对啊 你本来从41个 一下子跳到200多个 就觉得你在撒谎了 你不能从这个500 那个跳再加10倍 变成5000个 这个不大可能 另外一个呢 我昨天看到有一个 满报的数字 就是湖北某地 他本来有一百多个 他只报了生之一 还有政府晚报现象 那么第三 技术性问题 刚才我们也谈了 由于医疗资源的受限 他有一些病 他不能够迅速的诊断出结果 我在这个1月2号 看他们为这个紧通数字的增长 做解释 什么解释呢 他说是因为我们发明了快速检测 这个武汉肺炎的方法 所以这个数字紧通了 这是他的解释了 我觉得他们还在为前一段的那些问题进行变化 进行包装 而现在我们知道 由于要讲究政治正确 由于签了保命协议 由于要把所有的不稳定因素消失在萌芽之中 那么所有的关于真实情况的报告被锁入了保鲜箱 现在是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们真的 我们要想现在 即使现在习近平 李克强都批示之后 我们要得到一个关于中国的武汉肺炎的真实的数字 我觉得我们仍然还有一段路要走 不太容易得到真实的数字 连世界卫生组织 他都要依赖中国政府的数字 没有一个人能搞清楚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 真实的数字在中国政府各级政府官员的口袋里的保险箱里头 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官员的案头上 在中国官员的那个红头文件上 应该是这样 他们不告诉我们 他们不告诉国际社会 我们很难知道 我们最多只能根据英国的科研模型来推测它的数字 谢谢谢谢 您刚才的抑郁已经将中共的这种信息